我以前觉得像这种 快点找工作 快点赚钱这样的话 是我朱索索说的 我现在从你嘴里听到 我怎么这么难过呢 你蒋南孙应该是那种 是那种 不管赚不赚钱 我都要做我喜欢的事情 我做我爱做的事情 去做那些文艺的 有精神追求事情的人呀 我都要做我喜欢的事情 现在是黑姑娘了 还是会有王子 来给你送水晶鞋的 我送你 好 蒋南孙进聘VP助理 你等一下 有人要见你 谁呀 他说是旧友 旧友 你稍等 你 李一凡 不记得了 我们一起吃过饭呢 看来蒋小姐不知道 是来相亲的 那既然你现在知道了 是来相亲的 我就直说了 好 那个时候 你父亲还健在 李先生 真是没想到 是 是挺巧的 坐吧 斯蒂文是你同学 是 我拜托他帮我介绍了工作 他把你的简历给了我 你父亲的事情 我是从朋友那儿听说了 你受苦了 谢谢 你是学建筑设计的 我记得之前你说 要考博士生 现在打算先工作 为什么 跟我父亲的离开 有一点关系 但也不全是因为他的关系 工作以后还是有机会 继续学习的 可是 你要应聘的是我的助理 你知道我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你知道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吗 构建投资渠道 搜寻并评估投资机会 调研你投资企业 研究投资可行性 那我要做的就是 协助你完成这些工作 维护客户 还有做好文书工作 所以 这些并不在你的专业范围之内 你们的招聘要求里面 并没有要求专业对口 所以你的目的是什么 我可以直说吗 我喜欢有话直说 斯蒂文说 这里的薪水会比较高 确实 但是相对来说 工作强度也会更高 我想要一份工资更高的工作 那我也直说了 我认为你不适合这份工作 有几个原因 第一 我不希望我的助理 只是为了多赚点钱而来的 第二 我其实不希望 你跟公司其他人有朋友关系 甚至 我不希望我的助理之前认识我 我不喜欢太复杂的关系 第三 我很真诚地说 我不希望 埋没你在原来专业上的天分 谢谢您 对不起 我认为有话直说 是对你的尊重 我说谢谢也是真诚的 我还有五分钟要开会 蒋小姐有时间的话 我们可以这周五 约着一起喝杯咖啡 我或许可以帮蒋小姐 推荐一些公司 我不是客气 不是相亲 不用紧张 不用紧张 我们也应该坐下来好好聊聊 化解一下上次吃饭的尴尬 好啊 那我们周五见 周五见 不送了 中午吃点什么 我工作还没完成呢 近闲路新开了一家餐厅挺好吃的 下次啊 下次行吗 什么就下次啊 为什么呀 解红组也有吃饭在楼下等我 跟他说我加班啊 去不了 不 他堵着你 你就每天不吃饭了 我怕被叶总看到影响不好 好 叶叔叔 叶叔叔 解红组 那个所所的事还是得谢谢您 谢谢您 没听我妈的话 把搜索调到外地去 这样我还没见到 我们公司有我们公司的安排 不会听任何人的 明白 明白 这花是给谁的 花给搜索索 年轻人 不管你们是谈恋爱 还是交朋友 我都不反对 但是 不要影响他的工作 你自己也有你自己的工作 对吗 是是是是 这花啊 下次送点鲜艳的 谢谢阿姨叔叔 不客气 您有一颗金子般的鲜 叶总好 叶总好 叶总 来 坐 坐 是 对吗 是不是 滨城这个项目出问题了 叶总 滨城的价格呢 我们本来是已经谈妥了的 但谁知道这半路 杀出来个程酿金 不管我们出价多少 它都比我们高百分之二 这是在给我们下半啊 这对手公司吃准了这块地呢 是我们 滨城新兴项目中 极其重要的一环 所以咬死不放 他们老板还对我们进行过调研 而且 好像还跟你有所渊源 跟我有所渊源 原话是说早期交过手 但他现在连邮件都不回了 指明要叶总您亲自过去卸商 早期交过手 我做生意这么多年交手得多了 商业 那必定有竞争 有竞争必定交手 我不论你们用什么方法 这块地 咱们是要定了 范秘书 你去调查一下 这个公司的背景 他的幕后人是谁 好 搜搜 你跟着范秘书一起去 一起去 槟城 你也应该知道 做生意不是吃喝玩乐就能解决的 有时候 需要各种方法 包括手段 好 我知道了 叶总 这个槟城的情况比较复杂 我想我先去搞清楚定下来 反正这个项目我们要做 回头隔三差五的我就带他过去 放心 他不会拖累你 好的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 张儿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行 那你啊 把你平常这些好看的衣服啊 什么首饰啊 包包啊 就都放下啊 穿的呢 稍微轻便一点 回头这个项目书啊 你看你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你随时问我 好吧 好吧 好 你好 你好 这个人真的很爱你 好 我们要表演了啊 拜拜 好 蒋小姐 我们建议呢 装两个支架 但是她年纪太大 我们不排除在手术过程中 会出现意外 所以要家属签字同意 我同意 您不和家里的大人商量一下 家里其他家属都不在上海 我是她孙女 我来签就可以了 行吧 妈 妈 妈 张总 您放心 这次一定会准时出货的 我们华南兴建的工厂 马上就要启用了 您开什么玩笑 资金链怎么可能有问题呢 我谢家音在行内的口碑您应该是知道的 您放心吧 我会亲自盯着的 好嘞 有时间一块儿出来吃饭啊 再见 嗯 找我有事吗 妈 你是我亲妈 没事咱们就不能聊聊天嘛 来 坐过来 好 喝咖啡吗 我 妈 我怎么觉得我跟您的客户似的 今天咱们能不能像一个正常的母子一样 我们敞开心扉地好好聊聊天 怎么敞开心扉 你说 我说 反正 反正我就是 特别感谢你 从小到大你给我吃最好的 穿最好的 受最好的教育 反正真的 我 我特别谢谢你 但你有想过 我快乐吗 我 我就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 你看小时候 去开家长会吧 这别的小孩呢 都是爸爸妈妈跟着一起来的 对吧 我呢就是 司机 助理 阿姨 等等等等 咱家丽人阿姨都去过 我每次 有一点心事 但是我其实 特别特别想跟你讲 别的孩子都是 一个重要的电话 赵总 您看 您看 我正要给您打电话呢 是这样的 联合办场的事 我真的需要您支持 您需要多少股份您说 赵玛林要认职 那是必须的 没问题呀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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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先出去一下啊 我还有件事要跟您商量 就是你们新开发的那个房产 所有电器配套产 孩子的事你不用操心 我们不是有约定吗 我已经教育过洪祖了 他对那个女的只是 一时的兴趣 对对对对 不会跟他结婚的 绝对不可能 奶奶怎么样啊 医生说一切指标正常 我回来拿点东西 等我还要去医院 他这两天离不开人 工作呢 你猜我遇到谁了 谁啊 李依凡 还记得吗 我爸带我相亲的那个人 那次也是王永正救的你 他不想录用我 干吗 报复你啊 他其实还是个不错的人 有机会慢慢跟你说 你这是要干吗呀 怎么还要带吃的呀 出差 范密书在那里条件艰苦 我就想说带点什么 一方万一 多带点衣服倒是真的 去哪儿啊 去几天啊 这里的话两天吧 我觉得 你不要跟西红组说 我去哪儿了啊 我干吗跟他说呀 你帮我接一下吧 行 来 你说话呀 怎么了 出所所 今天我给你打电话 我就是要告诉你 我从我们家搬起来了 卡我还给我妈了 车我也还给我妈了 我什么都不要了 我离家出走了 现在我就不知道在小赫家 我问了小赫 我以后就跟着小赫做生意了 小赫说他们家的生意 能赚点钱养婚你和我 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告诉你 从今天之前 是我妈给了我一切 但是今天之后 我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住所所 你明白吗 喂 喂 为什么搞个电话呢 为了你 他真的钱和家产都不要了 你会感动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他没钱了 这搜索不要那么无耻啊 你听我把话讲完呢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 没钱的日子 是什么样子的 我能过穷日子 他过不了的 生活艰苦还要保持恩爱 我不说这种情况没有啊 但是太难了 既要风衣足食 又要两情相悦 一手相缺 我们这一辈子就只活一次 青春冒昧二十年 是不可以将就的 等我们都老了 住在病房里 那就只能靠回忆过日子了 那个时候再后悔 才叫爆汗终身 你想想看啊 我们身上都插满了管子 就算你喜欢的人 躺在隔壁病床上 你连起身跟他告白的勇气 和力气都没有 你是非要两样全都有 但结果很可能两样都没有 那你插满管子的时候 既没有钱交医药费 又没有隔壁的詹然老头 那我也认了 愿赌服输 我在詹然人身上赌过了 输光了 所以再来 我不会那么任性了 那如果我也全部都输光了 我身上还插满管子 我也不能说话 也不能下床 也不能吃饭 也不能上厕所 你会照顾我的 好 所以呢 你要有点钱 你要健健康的 或者我要有点钱 你要健健康的 我们两个只能有一个欧印的 还有一个保底的 干吗不能我们两个都欧印啊 没有资本呢 那么惨呢 我好心塞啊 面对事实了 收紧东西吧 我不早收了 您的咖啡一起买一口 谢谢 不得喜 在说闲话之前 我们还是先来讨论一下 你的工作问题 你上来就这么严肃 习惯了 事情要一件件分清楚讲 这样不至于相互影响 我倒觉得这是个好习惯 那我就直说了 没问题 我看过你的简历 你要求的薪酬水平 还有不出差 尽量不加班 这在任何一家公司 都给不了你 我知道 我是有点贪心了 但是以我现在的情况 不得不试一下 你在学校的成绩很占优势 但是你想要更多的晋升空间 公司会问你 为什么不加班 不出差 你说家里有老人 需要你一个人照顾 但是 这对聘用你的公司来说 是有顾虑的 我知道 我的建议呢 最好的办法 就是你用工资的一部分 找一个人帮你照顾老人 你全力以赴地工作 并且向公司承诺 五年之内不考虑结婚 第二种呢 如果你需要亲自照顾老人 就找一个简单的 招酒玩五的工作 但工资低 不可能两头都占的 对了 我考虑一下你说的话 好 你考虑好了告诉我 无论是哪一种 我都可以帮你介绍 谢谢 这个话题就到这里吧 否则就是给你出难题了 不会 蒋小姐 我可不可以冒昧地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你结婚之后 打算怎么办 一直把老人带在身边吗 当然 如果对方不愿意跟老太太一起住 我可能没法考虑跟他结婚 你对婚姻是怎么看的 我 我是说 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结婚 突然 突然 这么问起来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没考虑过 没考虑过 婚姻家庭事业 是要一起做规划的 你也不希望到时候顾此时比吧 计划赶不上变化 李总 我的生活 已经不能叫变化了 叫变故 那也不能因此就没有计划 五年计划 一年计划 哪怕是一天一周的计划 你有吗 我有 我需要明确地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忙碌 要去向哪里 离我去的地方接近了多少 然后再不断地做出调整 会很累吧 累 但是我觉得没有头绪的左顾右盼更累 你是对的 也不完全吧 可能计划性强的人 有时看起来会有点强迫症 我们肯定不是最有幸福感的人 但我们肯定也不是最缺乏幸福感的人 我以水代酒敬你一杯 谢谢你今天给我的建议 其实我应该敬你才对 第一次见面 我觉得你只是一个 在温室里长大的小姑娘而已 没想到你也有坚强勇敢的一面 来 祝你好运 谢谢 难得看你穿这么休闲 还挺好看的 年轻不少 看着是不是特别地放松 其实这是我的战袍 就是为了让对方放松警惕 这次跟我出来啊 少说 多看多听 那我们这次是去重新谈价钱 差不多吧 我看老叶的意思啊 是想让你去市场部发展 所以呢 让你这次过来 跟我了解了解 自己心里有数 加油 那我们这次谈判的难点在哪儿 难点是 我们不知道对手公司的来路 但是谈钱嘛 我们是可以做点让步的 只要不是太离谱 总比其他问题好办 您好 您好 是范秘书吗 对 我是甲方派来接待二位的 叫我小宋就好了 小宋 那我们上车吧 谢谢 我来 我来 谢谢 谢谢 我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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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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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来 谢谢 范总 还有这位小姐 你们是不是还没吃饭呢 要不咱们先去吃点东西 再去公司啊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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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范总 我不是总 还有啊 咱们不要吃饭 直接去公司 好的 好的 范秘书 这个台价这家公司是你们当地的啊 这个公司啊是在我们这儿注册的 但老板呢是你们上海的 上海的 上海的 对 叫什么 这我还真不知道 那他姓什么呀 姓王 姓王 不知道叫什么 这姓王的太多了 那 那 那得是啊 这儿啊 对 走 走 怎么会在这种地方开会啊 这 太奇怪了吧 这王老板到了吗 对 他已经到了 我倒要看看他是何方神圣 这是 这是 这王老板啊 腿脚不方便 得坐轮椅 苏啊 这王老板是不是五十来岁 总穿一双布鞋 对啊 您认识啊 应该是的 那我们里面请 苏苏啊 你去不我买点药去 直头疼的 那 怎么突然不舒服啊 要不我去吧 有车也方便 不用 不用 我之前 我看那边有个药店 他知道买什么别买错了 去 赶紧去 去 走 王妃宇 果然是你 方秘书 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 你们地主呢 他呀 让你们先聊着 等你们商量好了 谁拿这块地 他呀 就把地给谁 那就先不打扰了 你们先聊 方秘书 坐 这叶景颜自己没来就派你来了 他最近比较忙 我听说他有小女朋友了 就是一起来那个小姑娘 不 那是他的助理 他是跟我过来实习的 我听说他可不是这样 小姑娘人呢 让我看看老叶的眼光怎么样 咱们 还是先把正事谈了吧 正事 我现在的正事 就是搞垮叶景颜 很难 很难 过去很难 现在就更难了 一步一步来 从这里开始 我听说了 你出的价钱呢 比精颜集团高两个点 你听错了吧 是不管你精颜集团出多少钱 我都比你们高两块钱 你这就说笑了 我是认真得很 我们跟甲方的关系这么好 你凭什么认为 甲方会把递给你们呢 而且我们今年人事架构上 也是做了调整的 为了更好的开展工作 然后我们把人事架构的话 作为一个大的调整的 我们全面对各部门的职能呢 进行了一个定位 好 就这样 喂 叶总 你总算接电话了 我今天跟范密 去跟对手公司开会 她突然让我出来给她买药 那她应该是想让我 给您打个电话 有人她也不方便说什么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莫名其妙的 之前都该好好的 然后她知道 对手是来自上海的姓王 还坐个轮椅就不对了 周厕所 如果范秘书不让你上去 你就不要上去 你听范秘书的 我们跟这家公司过去 在生意上有些过节 离他们远点 我回头会跟范密联系的 好 不是 我 我 你最好叫叶景年自己来跟我谈 你先跟我谈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回去我跟叶总汇报 然后我再跟你们约时间好不好 好 叫她过来 晚上我请你和她小女朋友一起吃饭 明天她来了 继续谈生意 我也是从上海赶来的 明后腿不好我都来了 我先回去 我跟叶总商量好 然后给你们约时间 就在这儿 现在就打了 你就说我在旁边 她现在跟人事部有一个会 那我们就在这儿等等呗 我这是为难我 是的 我承认我是在为难你 我也在为难叶景年 但这点为难 比起七年前她对我的为难 算不了什么 连开胃小菜都算不上 叶景年今天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哥哥的这条命 还有我这条腿 给她换来的 那就是当年的一起交通意外 是因为叶景年无情无义 造成的意外 不 这前后是两个事情啊 相互关联的两件事啊 我们还是下餐厅去吧 我订了包房 咱们可以边喝酒 边等叶景年开完会 给咱回店 不 现在时间还早 晚一些呢 我们是可以在一起吃顿饭的 好吗 所以咱边喝边等啊 喂 我不知道你买药去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担心你 我不能丢你一个人在这儿吧 他们说你在这儿我就过来了 这位小姐 怎么称呼啊 我姓朱 您叫我朱索索就好了 朱小姐好 我姓王 王总您好 朱小姐请坐吧 现在就喝酒啊 你们在路上肯定是没吃好 咱补个午饭 我刚才也跟范秘书说了 咱边喝 边等老爷给咱打电话 卑宇 我们可以坐一会儿 但是酒就别喝了 我们现在这还是工作时间 范秘书 说服飞秘书把地让给你们 就是你最大的工作 朱小姐坐吧 坐一下啊 坐呀 朱小姐 你知道吗 这个车祸之后啊 我这个腿不但站不起来 还疼 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学会喝酒的 一喝酒就好了 她就不那么疼了 车祸 你别插嘴 恐怕朱小姐还不知道 七年前 我和我哥哥还有你们老叶啊 我们那个时候还算是好朋友 那个时候我哥哥还在 我和我哥哥就是看上了 淮海路有一个写字楼 当时是产权嘛 有点问题 我就和我哥哥去新加坡呀 跑了一趟 就把这个产权的问题解决掉了 可是当时巧了 这公司的资金呢 又出了点问题 就管好朋友借嘛 好朋友不但没借我们钱 他还背着我们把那个楼给买了 当时我们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正在马来西亚 当时我们在马来西亚 已经是借到钱了 哥哥 当时正在驾驶汽车 我呢就是坐在副驾驶 哥哥当场就没了 我之后也做了五年的康复 我现在我才能做起来 这又勾起伤心的回忆 不说这些了 来来来 咱们喝酒 喝酒 喝酒 来吧 小哥 朱小姐 别别别别别 你别跟她喝酒啊 她新来了她不能喝酒 她不会喝酒 我陪你喝酒 朱小姐在老板身边 怎么可以不会喝酒啊 朱小姐 老叶没教你怎么喝酒啊 王总 她没教我教你 王总 您海量我是 真的不能喝 其实我也不是什么海量 我就是这条腿断了之后 我才慢慢练出来了 能喝得在这儿的 我助理小鱼 别别别 这 这这么好的酒 咱慢慢喝啊 我有的是好酒 喝 幸亏 朱小姐 我敬你 范秘书 好 你看是先给叶景仁打电话 还是咱们先喝 我打电话 我打电话好不好 好 我陪你 对不起 喂 叶总 她现在在你身边吗 在呢 我跟她通过话 好的 你走 老叶 原来不一样啊 我现在正跟范秘书 还有你的小女朋友 朱小姐 我们在一起喝酒呢 我还以为你会跟他们一起来呢 朱小姐 范秘书 这小女朋友 老板打电话 我敬二位一杯 这小女朋友很漂亮啊 兄弟 你别喝了 别喝了啊 喝酒 吃饭 谈工作 真是其乐无穷啊 叶总 还是你会享福啊 这样 我现在正在忙 一会儿给你回电 如果明天有空的话 我会安排时间陪王老板聊聊天 好吧 好 我等你 行 接着谈吧 这样 五月份吧 我们那点账啊 是有点温度 来来来 咱们边喝 边等叶总安排完工作赶过来 来来来来来 来吧 小刚 这酒喝得不太热烈啊 一般呢 我们这儿接的 其实都是工程项目 你应聘的职位啊 虽然叫设计师 但干的其实就是 工程间里边活 我作为师兄 其实特理解 每个刚从学校出来的孩子呢 一上来都想去设计那 分成组练子 对吧 但是目前的情况呢 就是你先得把手头的工作 先干好 等你有了要赚钱的能力 赚够了钱 去住了米串串酒店 再想后边的事 我看你有过类似的工作经历啊 是 精品酒店装修的监理工作 那是学校董教授的项目吧 对 我知道 他挺有名气的 可惜啊 我没上过他的课 因为这柜台和展台啊 搭建都是在晚上干 所以加一班比较多 但是咱们这加一班 可是有加班费的 我想问一下 我们加班补贴是多少 每个月的工资 增加百分之五十左右 当然这还得看具体项目而定 其实 如果说这是你 大学毕业以后的第一份工作 我觉得真的挺不错的 至少比我的强 我大学毕业以后的第一份工作 你可能想象不到 商场里的那扶梯你知道吧 每个商场的扶梯 从地下一层到顶楼 那我是挨个做的一个变啊 什么速度快慢的问题啊 这个质量安全隐患的问题 什么每天载客量多少 那事无巨细都得拿销本写下来 你要是在五年前看着一人天天没事 跟商场里坐电梯玩 那就是我 什么叫上上下下的享受 都瞎扯 我到现在啊 逛商场还是走楼梯 行了 不扯别的了 师妹 你别录取了 如果你今天晚上有时间 那咱们这工作 就可以先干下来了 没问题吧 工资也是从今天晚上开始就算吧 那当然了 看来还是朱小姐胃口好啊 算吧 还是要吃的 要不然哪里有什么体力跟精神 大蜜 你吃点啊 你一天都没吃了 你吃吧 那算 索索 我找到工作了 在一家设计公司 工作搞定了 这么快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明天 明天回去吧 你怎么了 我 开会 开会呢 真的没事 放心吧啊 那你注意安全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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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别说了 叶总说了 他明天下午一点钟之前一定到 好好好 我说吧 没问题吧 其实你们叶总也没那么忙 你说呢 周小姐 我突然想起一个 突然想起一个事 你现在再给老爷打个电话 你跟他说 让他今天下午马上就到 因为明天 我还要去趟深圳有点急事 不是 这都四点一样 那怎么来啊 这么远 你上海到这儿 也就是四百二十公里嘛 你让他赶一赶 没有问题的 你就这么跟他讲 今天晚上不管多晚 我等他 但是有一点啊 你和朱小姐 必须都得陪我啊 下半年的员工工资呢 建议是要继续地增长 然后对部门里一些经理啊 一些表现好的一些员工啊 也可以提下来就是奖金制度 这样呢 对 叶总 晚上您还用车吗 如果不用的话 我把车开过去保养 保养好了明天一早 我过去接您 这样不耽误时间 那晚上我不用了 你先回去吧 好 那我先走了 好